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生词表一学完之后 我们要说 与法与表达 搭话与打招呼 这个表达形式 那么这个可能在初期0034 我们已经学过了很多 那么到终极呢 我们需要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而到终极的时候 大家再绘画的时候 不仅仅要答意 而且要表达的合适 也就是说 这句话要让人听着舒服 你用的场合是恰当的 也就是需要培养大家 在语言情商这方面的能力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可能在初期都知道说 我要在大戏上跟别人搭话 可能会说 然后再接着要问一下 其他的问题 那么大家注意第三个表达形式 这个表达形式 大家一定要适用 它只能跟自己关系特别近的人 或者是身份地位 比自己高的人才可以适用 因为这个词 在打招呼的时候 其实稍微有一点失礼的 这个表达形式是 执意说有点失礼 不好意思的意思 这其实是对自己 曾经有过印象的事情 再次进行询问的时候 那么这个事情 因为我自己没有记住 有点失礼 所以说要有这样的表达形式 比如说我曾经问过 这位同学的名字 但是呢 我没有记住 可能是我再次想问他的名字的时候 我之前就不会有 あのすみません 而会有 あの失礼ですか お名前は 这个表达形式 好 那么当你在大街上走路的时候 被别人搭话的时候 一般用什么样的回答呢 首先大家看一个最简单 嗨 这个大家注意 不要跟我们出去学的 嗨 そうです 这个声调声 嗨 什么事啊 或者 なんでしょうか 这是一个比较客气的 如果跟你搭话的人 可能年龄啊 身份啊 可能都比较高 或者是年龄比较大 这时候我们可以用 なんでしょうか 如果是一个在大街上普通的情况 我们也可以说 啊 多么 大家也知道在初级第一课 我们介绍过多么 一共其实会在日语当中常用 会有八种意思 我们在初级可能接触了 大概四种 那么这是可以算是日语当中 一个万能的词 它可以代表很多种含义 那么在这时候 不知道选择该说什么的时候 也可以啊 多么 你好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含义 好 我们大家看一下啊 其实呢 我们在学日语的时候呢 尤其是到了中级最关键的时候 内容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说 日本人的思维跟中国人的思维到底有什么样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 如果是相同的地方 我们可能直接翻译过去就可以了 而不同的地方是我们大家需要这个重点把握的 比如说我们大家看一下啊 在打招呼我们做一个总结说日语方式呢 就是说在社会地位比自己高的时候 一般会选拥社会头衔 那么这一点可能在中国也差不多 某某部长啊 某某主任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的 第二对认识的人 我们在中国认识的人是直呼其名 或者是全名 或者是单独的一个名字 甚至有些昵称 那么在日语当中 大家注意啊 一定要用的是 nani nani sang nani nani chang 或nani nani kun 这样的表达形式 也就是说不能 bibste 不能直接是直呼其名 当然 sang chang kun 这三个表达形式 我们在初期的第一课已经带大家学习过了 所以在这里不再多说了 而对于客人 大家一定要注意说 在中国我觉得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可能在东北地区会称呼为哥哥姐姐啊 什么的 叔叔阿姨啊 比较多 或者在北京的话 我见过有称呼这个什么朋友啊 哥们啊 什么都都很多 但是在日语当中千万不能翻译成什么 nani chang kun 或者是nani sang nani sang 这样一定要用okaku sang 或者是竞称okaku sama 这样的表达形式 好 日语当中一定要注意 刚才我们提到的亲属成位 就是不要轻易的去称一个人 按照哥哥姐姐叔叔阿姨这样 这是非常失礼的 对别人来说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侮辱啊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第二人称的anata 就是你 这我们在初期可能也说过 那么这个是一个比较尴尬的词语 它跟omai还不太一样 这以后我们会重点介绍 那么大家真的要用第二人称的时候 一定要用他的名字或者是姓氏来加上将困这样的表达形式 也就在大家这样能够理解我们在初期 为什么在第一课的时候一定要学习说 日本人在初次见面的时候一定要自我介绍 初次见面我是谁谁谁 因为日语当中 当他不知道对方的名字或姓氏的时候 其实很难开展绘画的 这跟汉语有所不同 好 关于搭话和打招呼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语法表达 在后面的语法表达当中 我们会给大家挑重点的语法来讲解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くらい くらい 那么这个表达形式大家会觉得 我貌似曾经相识过 我学过 那么在初级的13课 我们大家曾经学过 它其实接在数量词后面 表示大致的范围可以翻译成左右 那当然表示时间点的词是除外的 我们大家一起来想一下 比如说 大约有多少人 どのぐらいいますか 30人ぐらい 也大约有30人 好 接下来我们今天重点学习的 并不是这个含义 我们重点学习的是 接续 就是第二种含义 它的接续是 接在简体句后面 那么表示程度 简体句 我们在初级22课都对大家学习过了 它是一种口语表达形式 那么它的其他形式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由くらい和古代可以加の 来修饰名词的形式 我们大家看几个例句 一起来说一下 毎晩赤ちゃんに泣かれて 眠れない 親の私の方が泣きたいぐらいだ 好 我们大家看这句话 每天晚上 直意是背影而哭 那么这是符合日语的语言形式 那么翻译成中文就可以说 孩子每天哭 那么表示我受害 我完全睡不着 那么作为父母的这一方面 我到什么样的程度 就是特别想哭的程度 那么 泣きたいぐらいだ 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看一下 有一个特例 这个特例 刚才我们说过 说这个くらいぐらい 表示程度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 都是接在简体句后面 那么特例有几个表达形式 就是 これぐらい それぐらい 和あれぐらい 那么这个大家在生活当中 也是可以遇到的 那么这个事 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组例句 说 哎呀 怎么只有20厘米 这样的话 可能还是很小的 あれぐらい 大丈夫だろう 另外一个人说 那种程度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 差不多的 可能在对应的翻译 说这样成 这种程度 那种程度 在我们中文当中 也有类似的表达 那么大家可能觉得 不会觉得很难理解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后面它有一个拓展部分 就是关于这个hodo 那么关于这个hodo 大家会觉得 哦 更熟悉 好像在初级 接触过好多次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然后再讲一下 新的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hodo 它首先呢 是我们在初级12课学过 它可以跟否定相互应 那么可以算是 前面记得是 被比较的对象 比如说 日本語は英語ほど難しくないです 就是日语啊 没有英语男 那么这也确实是一个事实 那么日语可能在 这个后面 这个实际应用当中 确实要比英语要复杂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意思是在初级31课学习 它大概 它也是接在数量词后面 表示大致的范围 在这个意思上 它可能是跟刚才我们提到的 那个 くらい和くらい的第一种 含义比较接近 300mほど一个 sports centerがあります 这是初级31课 课文当中的一个句子 那么往前走 大约300米左右 就会有一个体育中心 300米 那么300m是一个数量词 好 接下来我们来 一起来看一下 hodo的第三种含义 hodo的第三种含义呢 通常在教材上出现的 是以何々8何々hodo的形式来出现 而8和hodo前面接的 基本上是同一个动词 这是在初级45课学习的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勉強すれば勉強するほど 難しくなります 那么就是越来越 越学越难 那么这在初级45课 我们大家已经学习过 应该不是很陌生 其实越学越难可以 我们日语就可以这么来解释 好 接下来看一下 第四 第四个用法 也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讲的 就是关于这个hodo 接在简体句后面 表示程度 那么它的意义呢 其实是同于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个くらいくらい的第二种含义 但是它是一种书面 与这一点是希望大家要 区分开的 另外它的其他形式呢 也是有 nani nanihodo加no 来修饰名词的形式 它跟くらい不同的一点 它会有第二种形式 就是nani nanihodoではない 就是没到什么什么程度 这个表达 好 我们来看一个例句 这个例句呢 其实是我们书上的例句 为什么把这个例句摘录出来呢 我们大家看一下 主语是首都开发计划 那么hodo前面就是omoshiroi 本身这个词是有意思 有趣的意思 umak susunda 那么进展顺利 那么这个时候 omoshiroihodo到底怎么翻译呢 大家可能在书上已经看到 它翻译的是出奇的 也就是汉语这个 很好的一个表达形式 也就是首都发展计划 进展的出奇顺利 为什么我要把这个例句摘出来呢 因为omoshiroihodo 翻译成出奇的可能 这是一种意义 那么大家需要中间掌握 而且这个表达形式 彩约曾经在改革之前 有一年语法题当中 也是出现了一个omoshiroi 后面让大家选择很多同学 因为不能执意出来 二本制造题选错了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例句 那么这种时候 大家看一下 一定我们要从后往前翻 房间中很凉爽 凉爽到什么程度呢 已经忘记了夏天的炎热 接下来看第三个例句 那么这里边大家看一下 出现了hodo no 刚才我说过 它是修饰名词的形式 可能很多同学会觉得说 不对呀 它后面明明是chisana 这是一个连替词 实际上它是隔着这个chisana 来修饰这个字的字式名词 那么这个就是说 用来读不出来的 看不清楚的小字写着 てある是在初级 34课学过的表达形式 接在他动词后面 表示人为结果的存续 好 最后一个例句 道がこうで通れないほどではないが とても危ない 那么大家看一下 这个表达形式 就是hodo deれない 刚才我们说是 没到什么什么程度 就是道路结冰了 虽然没有到 无法通过的情况 但是呢也很危险 嘎表示转折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好 这个表达形式 我们就简单给大家 介绍到这儿